杭生鮮 我是Snow 甜脸师 杭中人 杭生鮮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菜 既有大白菜 和虾 猪肚 又有肉皮 肉丸 鱼丸等 是名副其实的多鲜大菜 首先处理鸡肉 我们选用一年左右的小母鸡 在鸡腹中倒入黄酒 撒一点盐 再放入姜片和葱结 将鸡上锅蒸30分钟左右 至8分熟捞出 稍稍放凉后切成小块 鸡汤留用 接下来处理猪肚 将洗净的猪肚放入温水中 加广酒 和白胡椒粉 煮10分钟左右后取出 切断 这道菜还要用到水发好的肉皮 切成片 以洗净焯好水的冬笋 也要切成肉皮大小的片 然后将所有食材码入砂锅 先在锅中倒入水和鸡汤 铺上大白菜 铺上大白菜 再依次马上冬笋 肉皮 猪肚 就是蝎 骨 鸡 鸡 鸡 鸭 鸡丸 鸡丸 就可以上昭燉煮了 這道菜用中火燉煮即可 只需煮上20分鐘的樣子 就可以關火 鮮香豐盛的杭山鮮就做好了 杭山鮮這道菜小時候只有過年才吃得到 因為備料比較複雜 家裏一般不會輕易做 但是味道鮮美,我特別喜歡 現在杭幫菜的餐廳裏面都有杭山鮮 杭山鮮裏用到的肉丸和魚丸 可以買現成的,也可以自己做 一般做肉丸我們會選用鯉肌肉和肥肉 2比1比例 調好味後下油鍋炸一下定型 一般可以冷凍保存2到3周 魚丸杭州人一般喜歡用胖頭魚 也就是花蓮魚的肉來做 魚絨需要腳打上鏡 捏成完後下水穿燙定型 根據自己的喜好 這道湯裏還可以放不同的食材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放火腿 但是因為這道湯裏的食材都非常鮮美 如果要放火腿 盡量要提前浸泡去除一些鹹味 這樣鹽也可以不用再加 這樣鹽也可以不用再加 盡量要提前浸泡去除一些鹹味